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 政府將會修例授權總選舉主任 可以要求提供又或借出物業作為選舉場地 包括政府資助場地、非政府機構、私人物業 就不會強制要求 而政府亦同意借出場地的學校在第二天可以放假 政府亦建議定立排隊關愛安排 便利年長又或有需要的選民投票 票站主任可以在投票站設立優先取票隊伍 有需要的選民包括70歲或以上人士、孕婦 及因為疾病、損傷又或殘疾 令身體會因排隊而有劇烈疼痛又或痛苦的人士 另外,當局建議由今年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 及立法會選舉開始 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選民只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而票站人員便用電子儀器核對及發票 無需再使用紙本及滑線 保證的最後一天 選民超市的選民 選民真相同 未遇到其他選民 選民不再選民 選民 選擇